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人不会有光环效应,也不会对你有把握,女人可能不在乎你的事情,当你追求她的时候,你已经做了很多事情,你感动了她身边的很多朋友,却不能感动她,她好像是情感绝缘体,你不打电话,如果你努力,你就无法打动她,你想让她多陪陪你,但是女人总是忽略你, 你找她的时候,她好像不感兴趣,经常忽略你,因为她不在乎你,总是忽略你,忽略你的存在,做一些让你难过的事情。 当一个女人释放这样的信号时,她显然不在乎你,相反,一个女人对你动了真情,这个时候,女人把你当成自己的心,对你很重视,眼里全是你。 每次你主动联系她,即使她上厕所,洗澡,做她想做的事情,她也会每秒钟回复你的信息,女人对你的爱隐藏。 在你们交往的每一个细节里,她看你的方式和看别人的方式不一样,她对你的态度和对别人的不同,当她看不到你的时候,她会想你,日夜想你,想早点见到你,当她和你接触时,她会不自觉地接近你。 女人有这样的外在表现,显然说明她们对男女都有感情。 其实,女人太主动了,就是不想失去你,你明白吗? 主动向你示好,女人在和你接触的时候,从来不会主动对你示好,她根本不关心你的事情。 当她看到你时,她很平静,没有任何强烈的反应。 这个时候,她可能只是把你当成一个普通的朋友,她往往并不在乎你。 然而,当一个女人对你感觉真实时,她可能会说讨厌你和离我远点,但她的身体和行为在细节上往往是诚实的。 她会一直对你好,赞美你,表达她的认可,也会一直主动保护你。 当你靠近她时,她会忍不住开心,当你忽视她时,她会感到失落。 女人会感到痛苦,感到有点沮丧。 有时候,你对女人的态度有点冷淡,女人受不了。 最后,她们经常主动联系你,向你示好。 女人会释放这样的信号,说明她对你有意思,不明白。 你知道,女人在感情上大多是矜持的。 女人会放低姿态,放下身体,主动做一些让你开心的事情。 显然,她们触动了你的真实情感。 爱是一种本能,会让它本能地靠近你,主动让你开心。 女人和你交往的时候,可以不在乎你的感受。 不管你开心不开心,不管你对她有没有感觉,她一点都不在乎。 月光,皎洁,波光凌凌。 你和别的异性在一起,一起沿河散步。 很浪漫。 女人看到了,什么感觉都没有。 也不在乎你和其他异性的交往。 也不在乎你是不是忽略了她。 这往往说明女人心里没有你的位置。 相反,当一个女人和你交往的时候,她是爱你的,内心是看重你的。 这个时候,她会想你很久,一天没见你会觉得很辛苦。 当她看到你的时候,她会很开心,而且总是很开心。 一个在乎你的女人,不仅会关注你对她的态度,还会在意你对她的好感。 每次你忽视她,不在乎她,女人都会忍不住做一些让你开心的事,主动挽回你的心。 女人会主动做这些事情,说明她心里一直有你,真的不想失去你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到这里,就结束了。 后期,我们将会持续给大家带来更多情感小知识,帮助大家分析女人复杂的内心,解决情感问题。 如果对我的节目内容感兴趣,就赶快关注我的频道吧。 感谢您的收听。 如果您有什么不同的或者更好的意见和见解,请尽情地留言。 我将一如既往地和大家保持互动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